中国女足在世界杯的首战,0比1输给了德国队。 替补出场的王霜失位导致了唯一的失球,并且还在防守任意球时被出示黄牌。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王霜的不满,你觉得王霜踢得怎么样? 那你还用问我吗?这就是我让他下半场在上的理由,都明白吗?所以不要提了。 我需要的是一个团队,而不是某一个球星,这一场景,似曾相识。 1998年8月22日,贾币联赛第16轮,陕西国立客场2比3不敌云南红塔。 赛后,国立队主教练贾秀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个别队员表现奇怪。 场外东西很多,防不胜防,嗅到了火药味的媒体不停追问。 最终贾秀全抛出一句足以改变人一生的四个字,三号隋波,那个赛季结束后。 隋波被陕西国立俱乐部挂牌出售,最终被北京宽利俱乐部摘下。 不过也没怎么打比赛,很快宣布退役。 退役后,隋波发表了一份公开信。 信中表示自己没什么天赋,也没什么雄心壮志。 只是想踢球混口饭吃,但饭碗还是被砸了。 贾秀全的那句三号随波成为他一生的噩梦。 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足球和球迷的事情,没有人清醒地听我辩解。 足协澄清之后,我如释重负,但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。 我盼望噩梦尽早过去,我要用我的决定告诉我的家人。 他们安全了,我不要他们再为了我提心吊胆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在2011年掀起的足坛反度扫黑风暴中,贾秀全被当时在足协主管裁判工作的张建强揭发。 他说贾秀全曾在1997年向其行贿40万,希望其在安排裁判时照顾国立队。 帮助当时还在以及的国立队冲入甲壁,事成后又给了张建强50万。 3号随波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1年,很多人也已经淡忘。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,可以说,因为贾秀全的主观评判,一生尽悔。 如今,贾秀全指责王霜的一幕,让人想起了随波。 但我们相信,王霜不会成为第二个随波。 作为中国女族的头号球星,王霜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。 却被球队寄予厚望,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挑战。 王霜加盟巴黎圣日尔曼队后关注度大幅度提升。 但他的优异表现还是跟身边队友的支援有关,他也并非灵魂式人物。 回到国家队后,欠缺磨合本身就会削弱他的能力发挥。 再加上他成为对手重点看防对象,确实不能指望他一个人拯救球队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